登場根本是把退貨區的商品重新上架 剛買來的萬用鍋才要打開來用 沒想到轉開鍋蓋上架兩字叫明正 好傻眼 好像在過年買那個驚喜一帶 打開來驚喜變驚訝 兩個字漏氣 不敢相信在美食大賣場竟然會買到瑕疵品 仔細看在蓋子內側漏氣兩個字 像是用黑色籤字寫的 然後被插掉過 最字沒有非常明顯 但稍微悄悄角度露氣兩個字 立刻露出痕跡 另一邊的書記卡 有痕跡 要打叉叉 被拆過的正個 鍋蓋上都沒有寫上任何字 民眾買到漏氣外硬鍋 到底問題出在哪 每次到賣場 訴求商品不喜歡都能退 退貨區一堆商品擺好幾車 也有賣場人員在整理座分內 查思波被民眾買回家 電子之下表示 通常退貨區的商品都會被貼上標籤 推進倉庫和廠商來回收 不會重新上架販售 也強調賣場的人員 不會在產品上直接寫字做記號 認為最有可能是廠商端 把產品送到賣場的時候 就已經被死上的字 我們出貨的產品 一定是現場的產品 才會出貨 有到時間 有到時間 那在煮食物的部分的風味上 可能會有一點點的差異 到底布蓋裡的字 從何而來 廠商也要查 畢竟萬用過 靠的是氣密高壓 來烘調食物 如果漏氣了 那還得了 多秀房進文成員 在台北的採訪報導 我也有過 又沒有過